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诶,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得到流行性感冒吗? 我知道,因为被流行性感冒病毒传染了 小叔阿回答得很好哦 诶,你们有人知道病毒长怎样吗? 应该跟细胞差不多吧 有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与一些细胞质中的小构造 其实,病毒的组成更简单哦 它们没有细胞的构造,只有蛋白质的外壳和包裹住的遗传物质而已 比细菌还要小,需要借由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 那到底病毒有多小? 我记得上学集有学过,要描述不同大小的物体时 需要用不同的尺度,像细菌就是维米等级,病毒就是奈米等级 小叔阿说得很对,奈米与维米一样是长度的单位 维米是10的-6次方公尺,而奈米是10的-9次方公尺 也就是说,一千奈米才等于一维米 原来病毒这么小哦 既然病毒这么小,构造又简单 那它们的形状应该都差不多吧 其实,病毒的形状相当多样哦 有黄冠型的冠状病毒 子弹型的狂犬病病毒 还有,像是天花病毒的特殊形状 关于病毒的叙述,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病毒具有细胞核 B. 病毒有细胞B C. 病毒有遗传物质 D. 病毒的形状只有一种 正确答案为C 哦,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病毒 那病毒跟哪一类生物比较接近呢? 属于五届生物中的哪一届啊? 其实,病毒并不归类在五届生物的分类中 为什么啊? 有谁还记得病毒的构造吗? 病毒有蛋白质外壳和里面的遗传物质 小叔啊答对咯 病毒因为不具备细胞构造 而且体内没有代谢作用所需的酵素 所以需要寄生在活细胞内才能表现生命现象 因此在生物学上 病毒并不属于生物 哦,难怪病毒不归类在五届生物的分类中 那么病毒除了会让我们感冒之外 还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呢? 下列有关病毒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要在活细胞中才会表现出生命现象 B. 具有细胞核 C. 能独立存活 B. 是五届的成员之一 正确答案为A. 除了感冒外 病毒也会造成人类的其他疾病哦 那病毒还会造成人类的什么疾病呢? 大家听过登革热 又称为天狗热吗? 我知道 这是一种透过蚊子传播的急性传染病 夏天时 耗发在台湾的南部 可是因为全球暖化 渐渐北部也出现登革热病例 小叔啊说得没错哦 登革热就是由登革热病毒 透过蚊子传播造成的传染病 哦 那么感染登革热会有什么症状呢? 主要会有发烧、出疹 肌肉骨骼疼痛等症状 所以又称为断骨热 哇 感觉好痛哦 那除了登革热以外 病毒还会让人生什么病呢? 你们有听过艾滋病吗? 听说得了就不会痊愈了 没错 艾滋病是由人类免疫缺乏病毒引起的 顾名思义 它会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 少了免疫系统的保护 我们就容易生病 所以患者常死于一般病菌感染的疾病 艾滋病感觉比登革热还要恐怖耶 病毒是不是只针对人类 让我们生病啊? 只要是生物就可能被病毒感染 像是木瓜轮点病毒 它会使木瓜树的叶片枯黄 果实发育不良 造成农业损害 这个病毒的形状好奇特哦 居然是现状的 是不是还有其他形状的病毒啊? 当然有咯 像是感染细菌的氏菌体 它们的形状就很像灯月小体 感染细菌时就像灯露细菌一样 可以说是灯菌小体 哇,好酷哦 另外,氏菌体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也有关系哦 平常治疗有关细菌感染的疾病 大多是服用抗生素 可是当我们遇到抗生素治疗也无效的超级细菌时 氏菌体可能就有机会帮助我们对抗超级细菌的感染 哦,原来病毒也可以为我们带来好处 下列有关病毒的叙述 何者正确? A. 只会感染动物 B. 不会感染真菌 C. 对人类毫无益处 D. 氏菌体是会感染细菌的病毒 正确答案为B 又到了课程尾声 让我们一起做个小整理吧 1. 病毒构造简单 是由遗传物质与蛋白质外壳组成 2. 病毒不具备细胞构造与代谢所需的酵素 需要寄生在活细胞内才能表现生命现象 所以它无法归类于五届生物中 3. 病毒有各种不同的形状 可感染动物、植物、甚至细菌都是病毒寄生的对象 学到了这么多 那我们再动脑想一想 全球大流行的COVID-19造成人类很大的危机 但是似乎没有方法能够根绝 同学们可以想想 人类该如何调整生活形态 试着与病毒共存呢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 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